人到晚年 手里的存款到底有多重要 两位六寻老人说出了自身经历 一说到养老 很多人都会觉得 到那时候 手里一定要一笔养老存款 才能让我们的晚年过得滋润点 自在点 虽然说钱不能买来万物 但却是能保证 我们晚年生活基本需求的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都希望手里的存款越多越好 可是在很多人看来 这种想法 一般仅对于那些退休金很少 甚至没有退休金的老人 才有有必要的 而对于那些 每个月都有高额退休金的老人 而言 手里有没有存款 好像就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老人有很高额的退休金 就如同月月都有一笔稳定的收入 不在乎存不存钱 反正退休金就是一直领到老 都不会断的 所以 有钱了想花就花 该乐喝就乐喝 不用去为存钱养老而烦恼 这么一说 看似很有道理 没什么钱的老人才会想着存钱 而有稳定收入的老人 为啥要去存钱 可是 人到晚年 手里有没有存款到底重不重要呢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 两位不同条件的老人的亲身经历 看看存款对老人来说 到底重不重要 65岁的钟大爷 我今年65岁 老伴61岁 我们夫妻俩都是退休干部 可能由于我们夫妻俩都是双职工 收入稳定 所以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就没存钱的意识 除了买了一套房子要供房贷以外 每月工资都被我们夫妻俩花得所剩无几 当时 身边的一些长辈 都劝我们不能这么挥霍 要多为未来养老问题早做打算 存好一笔养老钱 以备不时之需 可是 在我们夫妻看来 拥有铁饭碗的工作 即使退休了 也有不少的退休金养着我们 更何况我们也有一个儿子 不怕晚年会没钱养老 还有 我们觉得挣来的钱 就是要拿来享受和娱乐的 不是抠抠减减减拿来存银行 所以 我们就没把老人的话放在心上 每天都过得很潇洒 经常到处旅行 到处买买买 十分享受物质满足的生活 退休后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却让我开始为自己的挥霍无度感到后悔 我退休那年 我和老伴双双发生车祸 当时我们即使有医保报销 可也花光了所有积蓄 而且最后老伴治好也半贪 而我庆幸只是骨折 竹拐几个月就可以恢复 但老伴这么一瘫痪 就需要有人照顾 而我也受伤无能为力 所以 我当时就想要儿子儿媳回来 伺候我们 可谁曾想他们年轻人 却没有一点孝顺之心 伺候了没几天 就各种嫌弃和厌烦 甚至还抱怨我们两口子 拖累他们了 最后我受不了儿子儿媳这样的态度 就把他们赶走了 觉得要儿子儿媳来伺候 还不如请个保姆回来 毕竟保姆就是专业干这个的 肯定比儿子儿媳要好 可是请保姆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个普通的住家保姆随便就要四千多 而我们家这样一个瘫痪老人 一个受伤主拐的老人 没六千工资 根本没保姆会来干 虽然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很高 每个月加起来都有九千多 但是除去保姆工资六千元 还有两千生活费 剩下就没多少钱 给我们俩看病和买营养品了 而且我们两口子也没什么存款 所以请了四个月的保姆 我身体恢复了 就把保姆辞退了 想省下钱来 自己伺候老伴 然而想法很好 当我独自照顾老伴没半个月 又把我自己累出了病 刚刚好的旧伤又复发 眼看着这样不行 身边的老同事就劝我们 还是去住养老院吧 里面有专人护理 我们的退休金也正好够两个人入住 我想了想 这也许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就带着老伴去了养老院 进入养老院后 老伴的确有护工护理 不用我操心 但我们却在里面住得很不顺心 首先吃得不是很好 大锅菜大锅饭 一向爱吃肉的我 吃不到什么荤腥 然后里面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周围都是老弱病残 让人很抑郁 最后就是护工的态度 时好时坏 让人十分受气 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想过离开养老院 但是想到自己出去了 自己也没办法照顾老伴 请保姆也请不起 儿子也依靠不了 就放弃了 所以最后好好想了想 感觉人到晚年 手里有一笔养老存款 真的很重要 光靠那些退休金 是完全不够的 如果我早早想明白 从年轻时 就听从老人的劝告 月月都存一笔钱拿来养老 也许我和老伴 就会沦落至此 67岁的何大妈 我和老伴都是退休老人 我退休金4000多 而老伴更多 有5000多 每个月我们俩的退休金 加起来有近万元 这方面我可以很自信地说 是很多老人所达不到的 所以我们两口子的晚年养老问题 根本不用为钱发愁 每天大鱼大肉 山珍海味都没问题 虽然我们有钱 但我们却没有任性挥霍 还没退休前 我们就有存钱养老的习惯 自从儿女都成家立业后 我们两口子就开始存钱 每个月拿出一个人的工资来开销 另一个人的工资就拿来存银行 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可能有时候 我们两口子的生活 会比一些退休老人过的结局点 但我也不会差哪里去 就是旅行少了 吃喝穿用的东西也节俭起来 其实都不会影响太大 不过身边也有不少人 不能理解我们这样的做法 觉得我们退休金那么高 还要存钱干嘛 老了再怎么样 退休金都够用的 甚至有人说 我们就是傻子 有福不会想 有钱不会花 可是我们两口子坚持存钱 是有一定作用的 并不是傻傻地存钱 俗话说的好击骨防击 年轻时为年老时做准备 健康时为生病时做准备 有钱时就要 为需要用钱的时候做准备 这样遇到危机时 我们才有抵御的能力 而且我们这些年 存了一大笔存款 也对我们自己和家人 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年前 我的亲家母生了一场大病 急需二十多万救治 而儿媳是独生女 这重担就落到我儿子和儿媳肩上 可我的儿子和儿媳 只是普通的公务员 工资稳定 却一般般 要供房贷车贷 还要供养孩子读书 他们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我们两口子 看不得儿子儿媳为钱折磨 就拿了十多万存款出来 最后也庆幸救治 及时 亲家母治疗康复了 还有一年 女婿投资失败 差点把房子都被银行收走了 我们两口子慷慨解囊 为女婿垫付了点钱 保住了房子 也保住了女儿和外孙的家 不然房子收走了 真想象不到 他们会受多少罪 也因为我们手里的存款 帮了儿女不少忙 所以他们两家都对我们很孝顺 女儿女婿以前只有过年 才会回来看望我们的 现在只要到了节假日 都会一大家子回来陪伴我们 儿子也是 隔三差五就给我们两口子买着买呢 还经常带我们去旅行 而这一切幸福的背后 都是来源于我们手里的存款 如果没有这笔坚持存下来的存款 我想子女得不到我们的帮助 就会生活艰难 而他们生活不好 我们老人也就很难得到他们的孝顺 其实我们手里的存款 不仅换了子女更多的孝顺 还让我和老伴在晚年活得更有底气 前些年老伴心脏不好 要做搭桥 要不是我们手里有这么多存款 根本就会选择放弃治疗 最后也活不到今日 就像我的一位老同事 退休后到处挥霍 退休今月月光 结果一场大病 拿不出钱来治疗 东界西界也凑不到手术费 最后早早就离开了人世了 所以老人手里有存款 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可以为我们解决不时之需 在子女有难 让我们老人有能力帮一把 在我们遇到病痛时 也能有钱保命 结语 通过上面两位老人的亲身经历 可以告诉我们 人到晚年 手里有一笔养老存款 是多么重要的 希望广大退休老人 能有所感悟 不要以为月月有稳定的退休金 就不需要存钱养老了 要知道 人到晚年 是我们人生变数最多 危机更大的时候 如果仅靠那点稳定的退休金 是很难替我们解决问题的 只有我们早早做好准备 存好一笔养老钱 这样才能勉强应付 而且老人手里有存款 是一种底气 也是一种尊严 老了 不需要看子女脸色生活 病了也不会因为没钱 而错过治疗机会 需要花大钱时 也不用到处低声下气地 跟别人借钱 所以 不论是老人 还是中年人 更或是年轻人 都要懂得存款的重要性 在有钱的时候 早早为未来做好的准备 存好一笔养老存款 抵御未来的不时之需 为什么别跟兄弟姐妹结仇 断交 这是我见过最靠谱的答案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千房万房 家贼难房 在你身边的人 往往是伤害你最深的人 并且是一次次伤害 为了保护自己 和身边的人断交 反目成仇 宁愿独来独往 但是大部分人的经验 却和你的想法 是相反的 有句谚语说 人生血脉似长江 一处不到一处伤 想一想 在你身边的人 多半是父母 爱人 兄弟姐妹 父母会比你早走一步 爱人到底是一个半路来的人 唯有兄弟姐妹 才是伴你最久的人 一旦你和兄弟姐妹结仇 断交 一系列的麻烦就来了 在左传里有三句话 给了我们忠告 也给出了把握血脉关系的 最好答案 一 辅车相依 唇王齿寒 别伤害 兄弟姐妹本是保护你的骨肉 分不开 北宋时期 苏巡生了两个儿子 哥哥取名苏氏 弟弟取名苏哲 兄弟都很有才华 考上进士 做了官 苏氏年轻的时候 比较狂傲 在文章中有谩骂朝廷的言语 因此卷入了乌台诗案 苏哲闻讯后 火急火燎地赶到京城 为苏氏求情 他在上奏的时候 说 臣妾哀奇志 不胜手足之情 故为冒死一言 苏哲愿意舍去自己的官职 甚至是生命 就为了让苏氏平安 案件过后 苏哲被贬江西 做了一个超超斜斜的小吏 瘦尽了白眼 苏氏被贬黄州 缺一少时 为什么苏哲如此拼命地保护苏氏 看父亲苏寻取名 就明白一二了 是 是指古代车厢前面 用作俯首的横幕 哲 是车轮压出的痕迹 是行车的路线和方向 兄弟在一起 就组成了一辆安全的马车 若是分开了 那就马车会倾倒 有句话说得好 兄弟姐妹本是天上的雪花 落在地上 化成水 结成冰 就再也分不开了 连为一体的物件 你非得拆开 那你就是狠狠地伤害自己 你真的不是壁虎 没有断尾重生的功能 门心自问 你把手脚斩断 你的后半生怎么过 你把嘴唇割掉 你的牙齿还有什么用 做一个功能健全的人 是你的自律 不割掉手足情 也是 二 反我同盟之人 继盟之后 言归于好 别拆散 外人就等着你 和兄弟姐妹 反目成仇的这一天 有利可图 在战国时 苏秦和几个兄弟 一起游说了 其赵 楚 魏 韩 燕六国 大家成为了联盟 一起对付秦国 秦国经过多次变法之后 日益强大 但是听说六国联盟 就十五年不敢举兵 苏秦过世后 张仪成为了秦国的全成 采用各个击破的方式 导致六国联盟失效 再后来 秦国吞并了六国 天下莫非秦国之土 同样 赵国的联坡和令相儒 一起辅佐赵国 完成了完毕归赵 免持智慧的重大任务 让秦王受到两次挫折 从而不敢侵犯赵国 令相儒退休之后 秦国派人到赵国 挑拨离间 导致赵王撤掉连坡的职务 很快 赵国被秦国吞并 我们常常说 御邦相争 渔翁得利 兄弟姐妹就是御邦 外人就是渔翁 从出生开始 兄弟姐妹就是自然的联盟 用血脉联系在一起 因为大家都团结 在学校不会被同学欺负 在村里不会被外人小看 在创业的时候 多了一些手臂 有了更多安全感 与此同时 外人在找机会 破坏联盟 就是没有利益冲突的人 也希望看联盟失败的笑话 幸灾乐祸的人 还真不少 一旦联盟失败 外人就来干涉了 借着我为你好的名义 让你成为家庭的蛀虫 外人的帮手 唯有兄弟姐妹抱成团 外人就无机可乘 家庭也会安然无恙 三 不以一省眼大德 别忘了 再不好的兄弟姐妹 也多少给了你一点好处 为什么我们怨恨兄弟姐妹 不是什么大的错误 而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父母老了 有人不太乐意供养 就不掏钱 也不出力 有人借钱了 不会遵守信用 不能准时归还 或者约定了给多少利息 但是少给了 大家都结婚了 轴理矛盾 也夹杂在其中 导致谁都不安宁 父母也偏心 让弟弟多读书 你却读了高中 然后去打工 父母的钱 也给弟弟多一些 你少了很多 俗话说 一夜账目不见泰山 是的 一些小错误 就能够掩盖一个人的巨大的恩德 你很穷的时候 兄弟姐妹借钱 你小时候 有人保护你 你外出打工 有人牵挂 父母老了 出力少的人 也出了力 你老了 有人来看你 这些恩德 怎么就忘记了呢 可以说 但凡和兄弟姐妹结仇 断交的人 都是恩将仇报的人 根本做不到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四 我们要如何做 才能不让兄弟姐妹的结仇 断交呢 同样 左传里给出了答案 兄弟虽有小份 不费仇亲 允许有小的瑕疵存在 在矛盾来临的时候 以亲情为重 看在血脉的份上 算了吧 允许有利益分配的不公 你吃点亏 也没有什么 计较会让自己受伤 不必了 世上没有完美的人 也没有让你百分百满意的感情 你放大格局 包容了不完美的东西 就变得美好了 你更应该往远处看 骨肉相残 好了谁 害了谁 将来会怎样 哪有什么深仇大恨 不过是一时间的冲动和气氛而已 晚年单身后 是请保姆养老好 还是再婚找老伴 73岁大爷说出真心话 人生来就怕孤独 尤其是人到晚年 我们老人最怕的不是子女 常年在外不回家 也不是怕自己吃不饱 穿不暖 而是怕身边的老伴早早离去 只剩自己一个人孤独度日 不管自身再有钱 再有能力也好 孤独的日子始终是很难去面对的 所以晚年单身时 大部分老人为了余生能过的幸福一点 都会选择再婚找老伴 毕竟少年夫妻老来伴 在面对一些疾病和意外风险的时候 晚年身边有老伴陪伴和守候 自己也会更加有底气去面对 不过 有些单身老人却很特别 他们觉得再婚不靠谱 还不如找个保姆伺候养老 而且在他们眼里 保姆比再婚老伴更省心 每个月花个几千元 就能享受一对一的专人服务 不用花心思去经营感情 也不用承担什么婚姻风险 其实 这两种观念都是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的 但是老来无办时 再婚找老伴和请保姆养老 哪个会更好一点呢 一位73岁的顾大爷 在经历了再婚和请保姆养老后 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来自顾大爷的 自述我今年73岁 原先是在国企单位工作 当时我领着一份 对很多人来说 非常可以的工资 可是42岁那年 我却辞掉了这个铁饭碗的工作 决定下海经商 很多人都说我傻 就连我的父母长辈 都是很不理解我 但是 我的选择却没有错 那时候赶上好政策 我创业很成功 赚了不少钱 2000年初 就成功在市里买了一栋自建房 和一套商品房 并且积蓄也快接近百万 老伴不用再上班了 父母也被我送到非常高级的养老院养老 而子女也纷纷跟我过上了滋润又幸福的生活 60岁那年 我把生意交给儿子打理 而自己跟那些同龄人一样 回归家庭和老伴退休养老 我这不是做生意做累了 也不是嫌自己挣的钱够多了 而是我因为常年在外做生意 已经错过了很多美好的家庭生活 对老伴的陪伴和关心也缺失很多 所以我选择收手 好好弥补这个在我身后默默付出的女人 人生就是这样 要知足要感恩 回归家庭后 我首先把买来的自建房 改成八间小公寓拿来出租 每个月都有近两万的租金收入 然后我和老伴也不住在家里 买了一辆房车 踏上神仙眷侣的生活 那时候 我们每天不是在什么地方旅游 就是在去什么地方旅游的路上 那头几年 我和老伴不知走遍了多少个地方 吃过了多少美食 拍过了多少照片 可是美好的生活 却只维持了四年多 在我六十五岁那年 我的老伴却因为一场突发的疾病 永远地离开了我 这让我除了伤心以外 剩下的都是对余生的迷茫 以前忙着挣钱 就是想着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可老伴走了 我才发现身边没有老伴 钱再多又有何用 即使每天都出去花天酒地 可回到家 还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时间久了 我感觉自己都要疯了 大概熬了一年多 我实在受不了孤独的生活 就想着去再婚找个老伴生活 我把这种想法跟儿女说了后 他们也很支持 所以我在六十七岁那年 开始了相亲之路 很庆幸 相亲没几个 我就遇到了一位 让我很清新的女人 她叫阿兰 比我小十五岁 身材好 相貌也好 五十来岁的年纪 却看不出一丝苍老 所以我对阿兰一见钟情 很快就爱上了她 阿兰和我一样 喜欢旅行 也喜欢到处玩闹 我带她自驾游了几次 我们就确定了关系 大概相处了三个月 就通知了我的儿女 并简单走了程序 领证结了婚 不过 我本来是想和阿兰搭伙 过日子的 毕竟我的家庭情况特殊 老伴刚走没两年 儿女一开始 也是说我可以找个 相好的处处就行 但是 阿兰却强烈要求要领证 不然就提现不出我的真心 说实话 我的的确确是真心想跟阿兰过一生的 并不是把她当作解决孤独的伴侣 更不是伺候我晚年的保姆 而是把她当作相互关心和呵护的亲人 一起携手到白头的老伴 刚开始 阿兰也是这样的 对我很恩爱 像年轻人恋爱那般甜蜜 去哪都是双双对对的 家里的大事小事 都是阿兰操心 我就像老大爷一样 只管享受阿兰的呵护 然而 人心会变 过了没半年 阿兰就变卦了 他不再愿意和我自驾游 每次我想出去走走 他总会找借口拒绝 平时在家 他也不再那么勤快 一丝一丝地给我做饭 家里的卫生也变成终点工的事 而他自己呢 也不再怎么陪伴我 每天不是去公园跳舞 就是去跟姐妹逛街买衣服 一出去就是一整天 中午在外面吃饭 在别人家休息 晚上也继续下馆子 甚至到了深夜 还会去喝酒唱歌 每次都要开车 过去接她回家 在她的姐妹眼里 我就是个好老公 有钱又对她好 而我心里 却是很委屈很不甘的 因为阿兰天天往外面跑 我就像回归到单身生活似的 孤零零的 我也想跟阿兰一起去吃喝玩乐 可是阿兰总拒绝待我 说什么女人的聚会 男人不便参加 阿兰不陪在我身边就算了 她出去吃喝玩乐的消费 通通都要我出钱 而刚结婚三个月的时候 我已经把一半的租金交给阿兰打理 可她却还是老说不够花 每次出门玩乐 都要我额外给几百几千 甚至还会拿着发票回来 叫我报销 一开始 我也不懂得拒绝 觉得自己也有的是钱 不怕阿兰花光 也觉得阿兰开心 我也会跟着开心 可是越是纵容 阿兰越是过分和离谱 出去鬼混 花掉我的很多钱 也就算了 阿兰时常还动不动跟我发脾气 说我对她不够好 说我老是控制她 这让我感到很委屈 后来 阿兰的女儿在市区买新房子 首付要二十多万 阿兰没怎么商量 就提出要我转二十多万过去 我没有答应 毕竟她女儿本身有旧房子 现在买新房 本来可以自己掏腰包解决 为啥我用的钱给她买 就算要我赞助 给个七至八万 也够意思了 阿兰却胡搅蛮缠 非逼我赚 不转就闹 而且她越闹越凶 发起脾气来 一点也不顾我的面子 在阳台上大喊大叫 说我没良心 说她看走了眼 嫁给我这个老头子 甚至还摔杯子摔碗筷 我哀求过她 要她静下来好好谈谈 可我越是委屈求全 她就越发地理不饶人 最后 我实在受不了 阿兰这种疯女人的行为 说实话 我老了 除了想要幸福以外 也想要有个好脸面 而阿兰这样不顾我脸面 丢我面子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 在家里闹了快一周后 我就跟阿兰提出了离婚 我们的再婚婚姻 也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 就结束了 经历了失败的再婚婚姻后 我再也没想过再婚 因为我怕了 因为我这把年纪 真的丢不起人 内心也伤不起了 阿兰走后 我就决定请个住家保姆来伺候我 当时 我花了四千五百元 找了个四十多岁的女保姆 叫小吴 是来自农村的中年妇女 家里情况不好 才出了做保姆求生的 一开始 我觉得保姆是比不上老伴的 毕竟人家是拿钱干活的工人 肯定不会尽心尽力 所以我没对小吴抱有什么太好的期望 只希望她能做好家务 煮好饭菜 还有陪伴好我 别到处乱跑就好 然而当小吴来我家一周后 我却发现 这住家保姆还真的不错 每天一大早 大概五至六点 小吴就会跑到市场里 买新鲜猪肉 或鱼虾之类 然后回来给我熬粥 而且还是做砂锅粥 每次等我七点多醒来 都能吃到温度刚刚好的粥 不过也不是天天都喝粥 小吴总会变着法子做早餐 一会下饺子 一会下面条 一会蒸包子 反正小吴是个很能干的女人 其他午餐晚餐也是 花样很多 像是去饭店点菜一样 我想吃什么 她就会尽量给我做什么 除了厨艺上很不错 小吴对我的日常生活 也是照顾有家 每天都会督促我吃药 喝水 把我当小孩一样照顾 她知道我喜欢往外跑 就天天陪我去公园散步啊 打球啊 时常还会带我去爬山 去农村去挖野菜 虽然我知道有些东西 花点钱就能买到 但是我就是喜欢跟小吴 去亲自采挖 感觉很有意义 而且小吴还是个很会持家的女人 我每个月给她两千五百元 作为我们两个人的伙食费 可她却很会给我省钱 每个月再不影响伙食情况下 都能省下好几百元 并且她也不会吞了这钱 每到月底都会交还给我 而我也没有要起来 一般都会把这钱变成一些补品啊 烟酒啊 送给小吴 让她带回家里去 给老公给老人 小吴也是个很会感恩的人 每次回老家 也会给我带一堆土特产 什么蔬菜水果呀 自家养的鸡鸭鹅呀等等 好几次 过节小吴买不到车票回家 我开车送她回去 空车去的 回的时候 都被她的家人 装得满满一车土货 虽然这些东西 在很多人眼里 不值什么钱 但对我来说 却觉得满满都是爱 如今 小吴来我家做保姆 已有三年了 我虽然年纪越来越大 但却没感觉自己变老 每天都被小吴照顾得像小孩一样 很开心 很幸福 每天笑容满面 就连我的儿女都说我气色好多了 所以 经历了再婚找老伴和请保姆养老后 我发现老来无伴时 请保姆养老 会比再婚找老伴好得多 至少可以活得舒心自在点 说个很现实的话 保姆不好 我们想换就能换 而老板不好 我们想换就难了 结语 虽然说有很多老人 在晚年单身时 能再婚找到个知心相伴的老伴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是 这些案例 也只是小小一部分 绝大多数再婚的老人 往往都不是很幸福的 毕竟再婚的双方 各自都有成熟的家庭架构 曾经也有过丰富的婚姻生活 之后半生要想继续融进新的家庭架构 和新的婚姻生活中去 往往是很难的 即使表面可以装得很幸福的 但内心总会有很多不自在不和谐 所以 晚年单身时 请保姆养老是一个很不错的养老方式 花钱买服务 不好就换 不用操心很多 晚年也能少些烦恼 故事 58岁退休女人忠告 再找个老伴搭伙过日子可以 别被算计成保姆 老年人的再婚和搭伙过日子 已经不再是什么敏感话题了 尤其是中老年人因各种复杂的事情不领证 而搭伙在一起过日子 已经被人们默许了 不再是以前那种遮遮掩掩的 大家坐在一起 把彼此之间的话 讲清楚 彼此的儿女都没有意见 那么两个老人就可以搬到 一起搭伙过日子了 莫娜大叔曾说过 如果一段感情 带给不了自己实际的好处 反而每分每秒 都有去无回地消耗着你的人生 那么你真的要警惕性价比 太低的恋爱 早晚会毁了你 这是说的年轻人之间的恋爱 也同样适用于老年人之间的相处 生活本不易 两个老年单身男女在一起 如果在一段不舒服的感情里 将就着生活 那么彼此都无法获得生活的乐趣 也就失去了搭伙或者再婚的目的 年轻的时候 婚姻大事需要父母的同意 要不就会被阻隔 而老年时候的再婚或者搭伙 可能会被子女干涉 甚至也会影响到子女的家庭 人年岁越大 对待婚姻越现实 可要思量好了再决定 倾诉人 58岁退休的父节 我今年58岁了 老伴五年前意外去世 走的时候 留下来一笔不菲的赔偿金 我的独生女儿也结婚生子了 我自己也退休了 有自己的住房 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是不会在老年为生活发愁 最初的时候 身边的姐妹也曾劝说过 让我再找个老伴一起过日子 要不这以后慢慢余生 该是多么的寂寞孤独 可最初的时候 对老伴的眷念和内心的抗拒 我不想再找 觉得那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本以为女儿生孩子 我可以去帮忙带几年孩子 可她婆婆把这件事情都包揽了 我也就无事可做 白天的时候 还可以去广场公园里 跟姐妹们一起跳舞 转转 可是到了夜晚 偌大的空间 就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越发地感觉孤独 可我也不好 跟女儿说 尤其是半夜醒来 真的是寂寞又胆小 有时候 我自己就会想 是不是人到了老年 越发地像孩子一样 需要去找个伙伴 一起过日子的呢 去年 我们太极队 去一家养老院 去义务表演 回来的时候 两个姐姐让我跟他们一起搭车回来 这样就认识了比我大五岁的老张 老张先把两个姐姐送到小区门口 最后把我送到我们小区的时候 我说了句 都快中午了 要不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老张也没有客气 说了句 反正回去也是一个人 也好的呀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楼下超市里 买了菜上楼做饭 在闲聊里 我知道老张也是单身 老半也过世几年 独生儿子也结婚了 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母亲轮流跟着他和弟弟住 就这样 老张一直追求 我有半年多 我才答应跟他在一起 当我把这件事情跟女儿说了以后 女儿劝我不要着急领证 要多相处一段时间 多了解一下老张家的事情 很多时候 事情不是表面上看着的那样 要长时间地观察接触 才能够知道人的内心 老张的儿子儿媳倒没有什么意见 只说可以在一起 但最好还是不要领证 免得以后各自麻烦 老张说 即使不领证再婚 也要请好友和儿女坐在一起吃顿饭 给我买些首饰和衣服 该有的礼节不能少 就这样我们在好友和儿女的祝福中 搬到了一起过日子 我们在一起后 我感觉自己的内心 好像找到了寄托 不再是那种恍惚不安的感觉 半夜醒来也不再害怕 心里的那份寂寞孤独少了许多 老张也感觉我们在一起后 家里热闹了些 也明快整洁了 老张最爱说的是 你看 这才像各家的样子 阳光是暖的 身边人是开心的 一起吃饭都有滋有味了 我们两个人的快乐 幸福日子没有过多久 老张的儿媳就过来要求我帮他接送孩子 有时还会跟我说 阿姨 您先帮我们把孩子的辅导费垫上 等我们发工资了 还你 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一次两次的无所谓 帮忙搭把手也是可以的 帮忙垫付孩子的费用 也不是不可以 可经不住老张儿媳一次又一次 没有底线的索取 我就不愿意了 有次周末的时候 老张儿媳把孩子放在了我们这里 说他们要出去玩两天 让我们把孩子这学期的辅导费 也一起给交了 以前的没有还 这次又是大几千 还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我看了看老张说 如果你们把孩子留下来的话 就让老张给你们带吧 我不欠你们什么 帮忙一次两次可以 别过分了 还有交辅导费这件事情 你们没钱 可以出去玩几天 就没钱给孩子交辅导费的吗 儿子儿媳老张 看到我真的生气了 儿媳赶紧说好听的话 老张把自己的儿子 叫到了里屋 说了半天 最后老张的儿子儿媳 把孩子带回去了 老张 郑重其事地 对他儿子儿媳说 以后你们确实忙不过来 我可以帮你接送一下 平时就不要麻烦我们了 还有关于孩子的辅导费用 你们自己解决 不要想着来啃我们 我们还有 我们的生活 要过 好在我遇到了 能够拎得清的老张 这样的事情说开了 大家都好过 如果遇到一个拎不清的男人 那么不是散伙 就是一地鸡毛的家庭琐碎 再后来 老张的母亲来跟我们一起居住 老张也非常的开明 有事情就直说 不管弯抹角的 想让我多做些什么 有时 我们两个实在忙不过来 或者是身体有恙的时候 老张就会请终点工回来 做饭收拾屋子 我觉得 女人到了老年的时候 若想再婚 或者搭伙过日子 一定要找对了 一个男人的人品和品德 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男人不心疼你的付出 不在乎你的身体和心情 那样的再婚搭伙 就是给自己的老年生活增添麻烦 故事 56岁单身 阿姨哭诉 高学历的女儿 不愿出去工作 肯老却理直气壮 龙英台曾说 我慢慢地 慢慢地了解到 所谓妇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她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她逐渐消失 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 她用背影 默默告诉你 不必追 独生子女的父母 都期待子女 能够在长大成人以后 离自己近些 这样自己的晚年 才会从内心感觉有依靠 然而 现实生活里的父母 却是几家欢乐 几家愁 有些父母觉得子女有出息 能读名校 留着大都市 生活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 至于自己未来的养老 到时候再说 大不了去住养老院好了 有些父母 有些父母觉得子女能够守在身边 让自己享受简单平凡的幸福就很好 至于在帮扶子女的过程被人说是啃老 也是心甘情愿的 可也有些子女 即使拥有高学历 也不愿意出去工作 对于这些子女来说 他们拥有高学历是资本 却找不到匹配的工作是用人单位的损失 他们宁缺无烂的心态 情愿在家啃劳 也不愿意滴旧工作 龙应台曾对子女说过 我要求你读书用功 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 而是因为 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 选择有意义 有时间的工作 而不是被迫谋生 我们做父母的 在子女小的时候 都要求子女好好读书 将来有份好工作养活自己 不至于跟我们做父母的那般 只能让工作选择我们 而我们没有资本和资格选择工作 社区里56岁的周阿姨28岁的女儿 拥有高学历 却不愿意走出家门去找工作 让身边很多人不理解 这么高的文凭 找份简单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养活自己也不该是个事 可是周阿姨的女儿 不论她如何劝说 就是不愿意走进社会找工作 说极了就说 自己在网络里写小说 只是现在还没有收益 也许那天自己的小时 被伯乐看上 一夜成零 也未曾不知 周阿姨是个单身母亲 前夫跟她离婚多年 很少给女儿生活费 也不关心女儿的生活 似乎这个女儿 不是自己的孩子 只顾着再婚家庭里的儿子 周阿姨面对女儿这样 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想过了 可女儿就是不为所动 说极了 就让周阿姨把房子 先过户给自己 这样自己好找个对象 就有人养活自己了 这让周阿姨非常的生气 觉得女儿不仅不孝顺 还是个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孩子 逼着单身母亲过户房产 那不是逼得周阿姨活不了吗 最让周阿姨生气的是 她女儿居然让周阿姨选择再嫁 这样周阿姨就可以从家里搬走 女儿就可以一个人居住在这两居室的房子里 自由潇洒地生活了 面对高学历的子女在家啃老 父母最初的那份骄傲 早就被磨得毫无亲情了 周阿姨曾托身边的人 帮自己的女儿找个人嫁了 可女儿的眼光还很高 提出各种高要求 一时还真没有合适的人选 这让周阿姨也很无奈 有一次周阿姨跟女儿吵架的时候 言语过于激烈 女儿居然用自杀来威胁她 这让她非常后怕 再也不敢说女儿是不孝 啃老的孩子 甚至连相亲都不敢提了 很多人劝说周阿姨带女儿去看医生 特别是抑郁症 如果不及时治疗 真的会发生意外 身边像周阿姨女儿在家啃老的孩子 也有几个 他们都有文凭 就是不参加工作 觉得工作太累人 挣钱也不多 哪有在家待着舒服 为啥会有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 不愿意参加工作呢 我觉得不过是这三点原因 独生子女被大人们娇宠了十多年 不仅父母娇惯着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以及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宠溺 早已让他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觉得只要自己撒个娇 耍个赖 就会有人给自己转账 哄自己开心 他们已经被父母以及亲人宠坏了 感觉躺平才自己的人生 二 有些子女在大人的掌声鼓励里 一路走来 经不起一点打击和挫折 遇到一点点不顺遂 自己心愿的是与人 就觉得都是别人的错 是别人不识金相遇 是别人的损失 自己拥有都是最好的心态 决定了他们即使拥有高学历 却是低智商的社会人 三 有些父母 见不得自己的孩子 受一点点苦和泪 心甘情愿地被子女啃老 还会恐以己事地自嘲 子女在家陪伴自己 也是一种幸福 其实是父母 很不下心断了子女的后路 总是用自己的孩子 舍不得来当借口 孩子自然知道 父母的软肋在哪里 也就会啃得父母毫无怨言 我曾经跟一个同事说 你不该这样浇灌自己的儿子 每个人最起码的自利没有 将来如何成家立业 谁知 同事却说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 我现在的一切将来都是他的 他不必吃苦受罪 即使不工作 我们夫妻也能养得起他 也许父母都有积蓄 也有退休金 还有住房 但我们做父母养得起孩子一时 真的能够养得起他一辈子吗 如果他们将来成家了 有了孩子 我们做父母还能够养得起吗 如果子女知道奋斗 只是暂时的困难拮据 我们做父母有能力 一定是会伸手帮扶的 可如果子女有能力 却因自身原因不去奋斗 不去打拼自己的人生 在家啃老 也啃得理直气壮的 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晚景 必定是凄凉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 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子女的背影 既欣喜又悲伤 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人老了 总有一种无言的伤痛 目送生命的逝去 目送生命的远行 却只能目送 无法挽留 面对高学历 还在家啃老的孩子 我们做家长的该如何劝说呢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欢迎留言讨论 过了五十岁 是单身轻松些 还是再婚幸福些 五十六岁单身女人说了真话 院区里的范姐在五十岁的时候 与一个六十五岁老人的黄昏 练成了一段佳话 她们都退休了 都有自己的退休金 手里还有一定的积蓄 所以每天遛狗跳舞 喝茶打个小牌 一起把余生过得有滋有味 前提是他们有共同的爱好 有自己的经济条件 所以生活的安逸 完全得益于他们自己的经济条件 还有一个姐姐四十五岁失去了老伴 她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过再婚的念头 她觉得自己大半生都是为了家庭孩子付出 现在自己单身了 孩子也长大了 正是自己一个人最为轻松自在的时候 为什么要再婚 给自己找不自在的呢 对于女人过了五十岁 是单身更轻松些 还是再婚更幸福些 五十六岁的退休单身周姐是这样说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 为了方便叙述 我用第一人称来写 我今年五十六岁了 在三十八岁的时候 老公因一场意外离开了我和女儿 那时女儿刚上初中 我们单位也正在改制 剩下我们母女两个 日子过得确实艰难 很多的热心的人 开始给我介绍对象 一开始的时候 还比我大个几岁 带孩子 我不愿意 我怕自己的女儿受气 过了四十多岁后 给我介绍了都是五十岁以上 甚至六十多岁的退休人员 我怎么也接受不了 彼此的年龄差距还是太大了 可介绍人却说 你现在不早 以后比这岁数还要大 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 我五十岁退休了 帮女儿带了几年孩子 期间也认识了几个不错的男士 可还是觉得不可信的 第一个男士五十八岁 还有两年退休 他提出的要求是 必须带着他 瘫痪在床的母亲一起再婚 而且还要帮忙看孙子 我觉得这不是自己 给自己找负担吗 还让女儿跟着我担心 我就没有同意 第二个男士六十二岁 退休了 自己有几套房 还有不少的存款 他提出来的条件是 婚前必须财产公正 我觉得这个很好 可在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的退休工资比我高一倍 婚后的生活费必须A制 这样才能够体现出 我们的再婚是公平的 我觉得这不是真心过日子的 还没有再婚就开始各种算计 那我再婚的目的是什么呢 给自己找个大业伺候的吗 第三个男士五十四岁 比我小点 我们都喜欢打太极拳 也喜欢出去旅游 他只有一个儿子也结婚了 不过他是离婚的 他说 我们再婚后 他要住到我的房子里去 这样可以把他的房子 给他前妻住 要不他前妻 只能跟他儿子住 太麻烦了 我一听 怎么这么乱的呀 他离婚了 还跟他前妻扯不清 这再婚后的麻烦 也不会太少 也就算了 经过了这几次的事情后 我就告诉自己 还是自己单身过吧 总比在组建一个家庭 要轻松得多 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 也没有那么多的伤心事 虽说一个人的日子 比较孤单寂寞 可我还可以经常 过来帮帮女儿 如果女儿再要了二胎 我还是可以帮忙带的 如果再婚了 不一定这么自由 我自己有退休金 有自己的住房 也有一定的存款 身体还不错 不想再找了 真的感觉意思不大 都说再婚 也能找到可心满意的 可这真的是 可遇不可求的事 一切随缘吧 如果以后能够遇到 也许会再婚 最起码现在不考虑了 高质量的单身 远比低质量的婚姻 要强得多 舒心舒服得多 最起码自在 想做什么 自己说了算 没有别人烦恼你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自然选择也就不一样 具体情况 具体对待 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 不过就目前的 社会现状来说 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女人 还是会选择再婚 毕竟余生 有个伴还是会感觉 温暖许多 如果条件不好的 也只能降低条件 或者选择自己过了 其实 人这一辈子 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女人 为了家庭孩子 付出自己的所有 到了这个年纪 又是单身 真的是很难受的 如果身体好 自然心情好 生活也会很好 如果此时身体不好 真的就是一件 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这个时候 儿女们都有 自己的日子要过 无暇顾及到你的生活 只能自己孤独地生活着 结语 女人过了五十岁 已经经历了 人生的很多风雨 也看淡很多的人与世 不论是单身 还是再婚 首先要遇到对的人 还要有独立的经济 这个年纪 不比年轻人 可以一起打拼 五十岁后再找办 不过是相互温暖罢了 此时的身体 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 最好的陪伴 都成了负担 再好的感情 也变味了 要我说 女人过了五十岁 已经为了别人 活了大半辈子 剩下的日子 要为自己而活 过自己喜欢过的日子 爱自己喜欢的人 不必在意 是单身还是再婚 只要自己活得漂亮 活得精彩 活得优雅 都是快乐的人生 都是快乐的人生 总之 我还不太能 要对他 或计划